其實那時我自己想了很久想做幕前或幕後 因為我覺得不做音樂也可以寫歌或製作 結果都決定真的很喜歡表演 很想自己唱 讀完大學我才夠膽說 因為我覺得他們安心 大學我真的逼自己 逼花了一些 credit 在很快三年就讀完 然後他們就說 不行 你不夠好 那時就很缺絕 我那時也跟他們罵了一年 我那時在美國 每次說電話都蓋電話 回到來之後 我記得有一次真的跟Gigi和我爸爸一起喝東西 然後我就在他們面前哭了 不讓我做音樂 Gigi又幫忙說服他們 不如你讓他去進修一下 或者試一下 之後就去了倫敦進修一年 那時我爸爸就說 你一年後如果沒有什麼成績 你就要放棄音樂夢 那時我也覺得一年 還有什麼叫成績 都很迷惘 就寫了一首歌關於這個迷惘的狀態 就叫做October Snow 那怎知道那時 一年後剛好寄了電話出去 給一些監製朋友聽 有一部文藝片叫做 培安東來到過漫長歲月 就用了這首歌作插曲 所以好像變了是 外面給了一個認可我 他們也不能說不可以做 然後就出了歌 好可憐 好可憐 這首歌叫做October Snow 那是當時我在倫敦讀書的時候 寫給自己 提升自己要把時間好好追求自己的夢想 那結果呢 都是因為這首歌做了電影的插曲 我才可以入行的 因為大家喜歡 Hello 我是黃子恆 在這裡祝東周網的讀者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Hello 祝各位東周網的讀者 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Hello 各位東周網的網友 你們好 我是江家敏 Carmen 聖誕節快樂 祝你們聖誕節快樂 收多些禮物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沒有了 祝東周網的讀者 聖誕快樂新年快樂 Merry Christmas